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一个话题 比较多人提问的问题 我在这边做QA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会跟我说 我好想学潜水 但是我不会游泳怎么办 这个问题 也是最多人问的 但它其实在潜水中 是影响最小的一件事 我们会潜水的人 里也有不少人是不会游泳的 因为我们在潜水时 会穿着蛙鞋 那在水里提动蛙鞋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很大的推动力 我们就会很像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原来浮在水面 是可以这么的轻松 再来是第二个问题 一口气下去 不是很快就要上来了吗 这样如何跟鱼共游 跟拍美照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蛮不错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 也是稍微有一点难度 因为在水里的时间长段 要看个人的氧气量 想要有100%的氧气量下水 就要分三段式的呼吸 一是腹式呼吸 二胸腔呼吸 三最后连嘴巴也塞得鼓鼓的 那这就是那个呼吸法的部分 然后依照这样顺序把气都塞满 然后再来就是要对抗呼吸反应 这是蛮不舒服的 老实说 当就是 当你快把氧气用完的时候 大脑会提醒你要呼吸 那你的很隔膜的地方 就会开始抽搐 但是这时候不代表你已经缺氧了 如果你能对抗那不舒服的感觉 又可以多一点时间在水里了 最后就是练习正确的知识 当我们全身塞满氧气时 身体是有福利的 那我们就要练习如何轻松下水 又不会浪费力气及体力 那这支影片就有我 及前半门的一些练习的花絮 那我们还是有许多进步的空间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观看我的影片 看到我们的成长 那QA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我们先回到影片 这支影片呢 是我们 我跟Chark还有其他的前半教练们 一起在溶洞训练的部分 那这次呢 我蛮高兴Chark帮我要做录影的 不然平常都是我在录影 那但是我还是要吐槽 你知道 这第一支影片呢 想说他会跟我一起下潜 结果他就放我自己下去 我就想说我潜到几米了 因为我的潜水壳上是有电脑表的 他可以帮我记录我现在下潜深度 结果他就这样子在水面上录着我 然后我就这样消失了在水里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没有人 然后再默默地游上来 然后我自己就游上来了嘛 那游上来之后我就跟Chark沟通好 我们再录第二次影片 那第二次影片的话 他就跟我一起下潜 那你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状况 他又在水面上了 那我就游着游着 诶 怎么没有人了 那我就游上来 回到他旁边 就问他 你怎么没有跟过来 怎么留在原地 那他就跟我说 他下潜失败了 我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下潜失败了 我们要再录第三次了 接着我们就开始录第三次影片 那 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在下潜之前啊 都会在水面上坐一下子停留 其实这个 这是必要步骤 动作 起来 都可以随便啦 那反正 这个是 必要的一环 下潜 潜水前的必要一环 因为我们必须先在 水面上坐一下调息 把 呼吸节奏调整好 然后还有 让心跳 心跳的节奏 不要这么快 可以放缓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水里 才可以比较放松 呃 待在水里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对 那第三支影片 算顺利完成啦 那最后我跟Truck就是有聊到 其实 因为我们防水壳比较大 所以在下水的时候 会有一点水煮 所以才会有一些拍摄上的难度 真的 当摄影师不容易啊 那 之后的话 还是就是我来长进了 他要再多练习这样子 那 下一次影片的话 我再介绍一下我的防水壳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 有人说 看到很深踩不到地的地方 就会害怕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 就跟我说 谁不会害怕 我也会怕啊 所以才要找 合格的前班一起潜水 那我自己释放恐惧的方法是 会攀升下去 到一个安全的深度 然后 欣赏那些美景 然后 慢慢地放松自己 那我们这次的影片 就先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再帮我按赞 分享 及订阅 请不吝点赞